嗨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说力气象爬爬 带大家来到苗栗的南庄 而且现在我在一处秘境 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好美 因为在这溪流的两旁 都是绣球花 而且现在在这绣球花的季节当中 这南庄的秘境 其实是一个尊于养殖农场 结果没想到 反而因为这绣球花一泡而红 老板赶快来救我一下 潘老板 你好 你好 这个尊于养殖农场就是潘老板的 而且你是赛夏族的勇士 我们是赛夏族 怎么反而来养尊于跟巡农鱼 传承父亲的 可是你知道吗 反而你这个农场 是因为绣球花一泡而红 这绣球花是怎么种来的 只是当初单纯妈妈喜欢 结果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下来 反而无心插流柳成荫 这边变成蓝庄 绣球花季的时候最著名的打卡景点了 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场这个绣球这么美 那它最盛开 观赏赏花期最好是什么时候 我们每一年的绣球花季都是 6月初到7月底 最盛开的话应该在6月的中下旬左右 6月中下旬 所以欢迎这一段时间 大家赶快来这边赏绣球花 而且来吃一下你的 尊鱼跟巡农鱼的料理 而且今年其实在南庄也很不一样 因为整个绣球花季是扩大变成了 这个南庄的花卉节 所以其实你到南庄 这个曼活的乡镇处处都可以看到 花开点点非常的缤纷 当然咯 其实要来赏花天气好不好 很重要 当然 今天天气热不热老板 非常热 非常热 其实最热昨天你知道吗 在这个花莲复原 就有38.2度 台北昨天其实也有36.8度 所以在卫星云图当中 我们要告诉大家 今天的天气上来说的话 有一点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昨天高压是最强的 那么今天高压有一点减弱了 所以上半天就像现在这样 阳光还是很灿烂 可是午后塞巴喉就要多注意了 我们赶快来从雨区预报当中 就要告诉大家了 今天来看的话 各地的山区 还有霸台北 基隆还有宜兰 都会有下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尤其山区部分地区 雨时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周休假期 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 北部地区来说的话 今天还是午后雷震雨为主 可是像礼拜六礼拜天 因为北边有封面接近 所以中休假期午后雷震雨的范围 包括平地跟山区都有机会下 而且要多注意 中部地区来说的话 今天是山区下午后雷震雨 可是在这个周休假期 有些地方可能早上 就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午后山区降雨的情形 当然就更明显 局部山区甚至会有大雨的 另外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其实在明天 尤其沿海可能有些地方 就会有一些降雨的现象了 那么一整天在这个周休假期 看起来都是会有间歇的雷震雨 最主要就是因为西南风 带上来的水汽明显变多了 那么东半部地区的话 主要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所以最后淑丽要告诉大家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芒种 那么到了芒种 天气就开始真的迈入炎热的夏天了 所以追随着淑丽的脚步 跟着淑丽一块来南庄 让我们来欣赏美丽的花卉 尤其老板这边还有这么美丽的什么花 绣球花 而且欣赏爱还可以品尝一下 我们的尊鱼巡龙铃料宇 到老街去大旦南庄美食吧